平台之于汽车就像谷歌之于人体一般重要 像乔丹布尔特这样伟大的运动员 他们的脚踝和小腿都像赛马一样牵系 但大腿腰腹以及上肢又都如同斗牛一般强壮 只有比例协调毫无弱点 才能够保证在力量速度耐力等方面达到完美的平衡 同理汽车也是这样 只有足够先进优秀的汽车平台 才能够孕育出够轻够快够安全的好车 以今年7月20号长城汽车刚刚发布的柠檬平台为例 它其实就帮助了车辆实现了全方位的升级 作为一个汇聚全球七国实体的研发力量 超过17000人的研发团队共同打造的全新平台 柠檬本身在问世之前其实就遭受了相当严苛的考验 6个国际一流实验室是一项全球领先实验验证能力 18种全球典型用户场景分析及测试 76种全球道路和极限环境测试 就都是苦修内功的最好证明 其实对于一台成熟的汽车产品来讲 前两款绝对是一件需要持之以恒进行追求的大事 就像运动员在通过训练和控制饮食进行合理减重之后 能够带来更加持久的巅峰运动表现一样 更轻的车身除了能够带来更好的油耗表现之外 还能够在保持汽车整体品质性能和造价不变甚至优化的前提下 降低汽车自身重量提升操控性安全性可靠性 甚至在加速表现噪声控制方面所出贡献 首先设计层面 柠檬平台支持全绿 车身研发设计从根本上实现了车身轻量化的同时 还确保了车身钢性方面的表现 与此同时超70%的高强度钢的使用 也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车辆在上述两方面的表现 就像是美队的超级血清一样 从根本上把天赋的天花板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level 结构优化方面 柠檬平台通过优化零部件断面结构 降低零部件厚度 减少零部件搭接边 以及使用一体式热冲压成型门环的方式 对轻量化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而在工艺层面 柠檬平台也是通过不等候钢板的应用 让平台下的车辆在轻量化方面做到了极致 确保让车身不留有一丝血肉 经过柠檬平台的全新升级 目前长城汽车的轻量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第三代哈菲尺6的整车降重100千克 燃油积极性提升了14.5% 百公里的油耗仅为6.6升 那车身变轻了 安全性会不会有所牺牲呢 恰恰相反 优秀的平台会将二者做出更完美的结合 柠檬平台就在成员安全 行人安全 车辆安全 这三个维度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努力 均按照NCAP五星及北美IHS 股最高等级要求展开 首先在成员安全方面 柠檬平台为驾乘人员在用车的各个环节 提供了多达9道安全防线进行保护 极大程度降低了碰撞事故的发生率 减缓碰撞事故中成员的伤害 行人安全方面 柠檬平台通过主动式行人探测 制动系统被动式行人保护技术 和智能行人保护技能等系统 降低行人碰撞事故率 减缓行人伤害 而在车辆安全层面 柠檬平台则利用车辆保险结构设计技术 降低车辆低速碰撞损坏程度和维修成本 为用户提供车辆安全保护 这一套操作看下来 是不是让您想起来了钢铁侠那一套 可以保护自己 一颗保护路人的神奇战役了呢 平台换造车在车身结构方面 无疑是拥有了更大的优势 例如减小50%的车身俯仰角 减小16%的转向干扰利弊 提升16%的转向精准度 增大15%的车身侧向刚度 以及降低30毫米的整车置心 就帮助车辆在协调性 操控性舒适性方面全面提升 对于运动员来讲 力量速度装备固然重要 但超强的心肺能力 才是一切优秀表现的根本 所以柠檬平台也为旗下的新车 提供了很好的心肺功能 这其中包括高效燃油动力 混合动力BV纯电 以及面向未来的轻能源FCV 所以说平台化造车趋势下的 动力模块不仅是着眼于现在的 更是放眼未来的 而如果您经常看搏击比赛的话 就会发现真正的优秀运动员 或者是运动体系 实际上是能够确保跨级别作战的 所以对于汽车来讲 一个好的造车平台 也是能够提供更加出色的灵活性 这对于厂商推出新车 构建产品体系 也是有着极大帮助的 尼蒙平台拥有四大整车区域 113个标准模块 以及438个基础模块 如此以来不仅支持轴距范围 2650毫米到3005毫米的 A零级到D级轿车SVMPV车型 同时在燃油 纯电 轻能源等动力形式方面 拥有无限的可能 工业上骑士必先利其器 对于人来讲 如果想要成为一位运动健将 那就需要在天赋异禀的前提下 再进行一番持之一横的刻苦训练 而对于一家汽车企业来讲 想要造出产品里表现优秀的好车 那出色的平台必不可少 所以我也相信 有宁蒙平台的保驾护好 长城汽车的未来一定会愈发精彩